欢迎学家新闻棒亭商 我们今天很高兴 我们再次请到我们听一下 这次的副总编辑 也是我小小学妹林姓菲 林副总编辑 您到现场谢谢 杰明哥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姓菲我们今天要谈什么主题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那个旱灾 是 对其实现在是已经到了 非常缺水的时候了 大家都在看外面好像在下雨 觉得怎么有可能会缺水呢 其实现在这个时节 其实已经是我们56年以来的 最大旱灾正在发生当中 是这次你们听一下杂志 为什么要做这个专题 我们先讲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标题其实是很惊悚的 就是迦南平原 明年初是要休耕的 但问题是请这个大缺水 是56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所以我们姓菲就特别去做了这个调查 那这个内容呢是在712期 当然内容里面是最新的 是最新的 就是刚刚你可能到书店 刚刚上架最新一期的 那主题是解密Netflix 我们会 Netflix我们另外会做专访 那因为这篇文章 我觉得缺水的内容 可能要让我们全台湾都知道 到底问题是什么 我们在北部是不知道南部的苦 就是真的 像杰明住在这个新竹 我们前面就投前溪 那旁边还有几个溪 我真的没有看过水竟然是可以干到这个程度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前阵子新竹就大量的鱼就死掉了 因为水太低了太少了 所以鱼太多了 那鱼真的有点太多了 多到一个夸张你知道吗 就水一浅下来之后就一大堆那个燕就跑去吃鱼 看他们这个吃的肥肥的 满街都是那个各式各样的这个 他们吃鱼的鸟类 所以水的状况真的很严重 所以这是712期 是很新鲜的 这个是12月2号才刚开始发行的 所以来得及看 那我们就挑里面其中最精彩的一篇 就是我们林姓菲小姐所谈的 江南平原明尿出书根 那我先请教一下 天下杂志为什么要做这个专题 其实我们大家如果有注意到 像刚刚杰明哥所讲的 其实去上个月10月的时候 其实已经桃竹苗修根了 那这桃竹苗修根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说 台湾其实干旱两季 其实非常的明显 那在每年的大概5月到10月 其实还是在 我们会讲说是一个风水期的时候 也就是说雨量会非常的多 那其实在这个二期到做 其实很少会有修根的状况 可是既然去年 今年的10月就已经有 传出桃竹苗的冠去修根了 可是你想那时候 其实已经是稻税正在抽税 抽税了 已经快要收成的时候了 抽税了 拜托 真的抽税了 真的 农民真的是心在淌血 因为眼看他已经快要长成 宝宝已经长 快要长大成人了 结果就这样硬生生被砍掉了 就没有水了 那其实除了桃竹苗修根之外 接下来更惊悚的是 连迦南平原一起到做 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了 那迦南平原 其实是我们台湾的米仓 那其实大部分的米 其实我们现在 在迦南平原那边 有大概6万多公顷的农田 都是在种水稻的 那所以这个 这个修根的状况呢 其实是对于 我们整个的台湾的影响 其实是非常的大的 那我们也就是因为这样看到说 这个旱灾其实这么严重 而且它可能持续到明年的5月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那是要保证梅雨会来 也要保证有台风会来 如果梅雨又像今年那么少 台风又过门不如只去日本 我看这问题很严重 是就会持续下去 到时候我们恐怕真的是 水库是滴水不慎 今年遇到的比较大的状况是 水库大概是每年 我们的这么多座的水库 每年至少要满4次 大家才会有水可以用 那可是 4次 对可是今年呢 水陆署的说法是说 连一次都没有满过 我的天啊 是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今年的旱灾的状况 其实有多么的严重了 台风来的时候 大家都很怕会水灾 但是台风不来 我们现在又担心的是 没有水可以用 事实上我说真的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水情很严重啊 每次杰鸣在用水的时候 都会感受到 现在水情严重 我多少用点水 像以前洗车 对不对 拿起水龙头就冲了 现在没有哦 我现在洗车真的是拿一 装满一桶水 然后用毛 慢慢擦 然后我太阳边喊说 哎呀 那个不冲 灰尘不会跑掉 我说没关系 我的毛巾是湿的 然后把它慢慢擦 因为真的是很缺水 那我在 因为我们一般住 透天处都知道嘛 我们一楼的水 是直接 不是接你水塔 一楼水是直接接到 那个自来水 那我们二三楼的水 才会是接到你的水塔 所以我真的感受到 在新竹地区 那个水压 就不像以前那么的强 像以前我们在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花园 所以我们要浇水 所以以前我们把那个 水龙头一按紧 可以喷很远 现在没有 其实真的在缺水当中 那这次你们总共拜访 这次你们团队总共 去看了哪些地方 其实我这一次 是特别到了台南去看了 去乌山头水库观 那边去看了 了解一下 现在的农田的状况 那其实是 行政院的中央灾害 应变中心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这个新闻 其实已经宣布了 嘉南平原 从明年一月的一起 到座要停止灌溉 那停止灌溉 也就是说田都不能种了 那所以我就特别到了 台南去了解一下 现在的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 你去的是观田吗 对我去的是观田 那其实刚好现在的季节 因为我们这一次 二期到座的 大概是从11月9号之后 就开始停灌 然后也开始收割 应该都收完了 对其实现在就是 大概还在 光秃秃一片 对是光秃秃一片了 那可是其实对于农民来讲 他们其实更担心的是 明年真的是完全都没有田 可以种了 那其实就像杰明哥所讲的 我们现在水大概 水利署的调度之下 他们是他们是认为 如果一起到座休耕之后呢 应该可以维持到5月 那可是5月之后呢 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我们对明年5月之后的天气状况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握的 对我想说你看到这个 你因为你有去中温水库嘛 所以你可以描述啊 你看到中温水库是什么样的样子 中温水库现在的水位 非常非常的低哦 你去看到那一个 去看到那边会有一个类似山丘 那因为它的水位的下降 你就可以看到光秃秃的一片之外呢 它其实出现了三条水线 一条呢可能是平常 如果是满味的状况呢 它的那一个 你会看到是绿油油的一片 就是在水库当中 好像有一个小岛这样子哦 那接下来如果比较枯水 它有下面的一条线 然后再下面一条线 那我们已经看到的是 上面白白的一片 表示那一片呢 其实是都是没有水的 那在已经有三条水痕出现了 那你就看到那个水位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 那状况很严重 因为这种水库到目前为止哦 可能大家不知道哦 现在的那个水位的状况 只剩下20%左右而已 所以我们这次下雨量 是创下几年的新低啊 27年来以年的新低 我们都以为风条雨顺 现在是风不来 我们就没有台风雨就不顺 其实我这种感受很深刻 因为我们也是都在关心 这个全台湾的状况 每天早上都要跟大家报这个气象 那我前阵子去了彰化永静 那当然就是二期到 二期到做都已经收根了 所以那个农田是整个 就是已经全部翻过了 那有些越往南的是 事实上可以做到三期 就是一期二期三期 像到屏东可能收三次 但这次呢 他基本上大家都没有想到说 再做第三次 因为有些农田大概差不多 像南部的大概可能11月 就已经收了 那还可以再赶再赶一期 就是到明年的2月 然后2月再做到7月 7月再做到12月 因为大概有时候可以做到三期 但是我看到画面 我先形容我去哦 因为其实到那个永静乡 应该是农产非常富饶的地方 所以我们放眼都是绿地 第一个我先看到很多人已经开始 改成是做这个经济作物 比如说是这种花草植栽 或者是那种花的 然后我看到难得几片农地 其实都是基本上都已经是 没有农作物在上面 那以前我们说啊 这个修根的时候就种菜嘛 因为你也知道 如果做农都知道 修工时间呢 就把这个稻子收完之后 把田离过一遍之后呢 就顺手呢 就撒菜种籽 对菜种籽 对因为夏天就是种菜的好季节 可是你呢 看到的画面 我必须说一句话 基本上我应该看到的画面 是什么画面呢 就是到期 如果有的是已经做第三期 那当然彰化以北 可能只能两期到做 所以我看到画面 应该是这样子哦 就是其实是农田 都应该是被收了 但是呢已经有冒出这个菜芽 好就是应该我看到的画面 应该是差不多应该 都应该已经是长满叶子了 可是我看到画面不是 我看到画面就光秃秃一片 然后当然我就很好奇 我就去看那个就是 一般你知道农田旁边 都一定有水菌嘛 因为我们台湾的水菌做得非常好 那我继续看呢 呃 坦白讲脏 就如果你今天是那个有放水的话 水是清流的 好就是水是清流的 那我看到因为水位很低 所以长就觉得脏了 然后呢我们再看 那是大比较大的水菌哦 那如果我是看比较小的水菌的话呢 根本就已经干了 我还看那个农夫哦 特别把那个 因为他们在供水的时候 要把那个水 因为他们农田会比水菌 稍微高一点点 所以你要用那个石头啊 把它垫高 当你需要水的时候 你就把那个扎门一关 那小水菌就会把水引到农田 因为农田的高度比较高 然后水菌比较低 那你把它砸开之后呢 水就可以流到那个农田 那你知道我看到画面就是 空荡荡的那个水沟上面 然后摆了几颗石头 就是它挡水的石头 那整个就是 你就觉得就是干燥 我那种看到那种情境 我想说明明要怎么过 所以你我们去问过农委会 水利局气象局 还有中央中研院 他们怎么研判这次的枯水啊 他们其实老实讲 今年恐怕是整个政府都没有想到 所以其实也是提前部署了很多 因为就我的了解是说 其实今年水利署在七月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注意到 从五月下雨之后 下过一波雨之后 水就没有再来了 就没有再下雨 可是呢 问题是呢 你看气象局的这个整个的预测 气象预测呢 你可以看出来 他都是讲说水量会比平常多一点 都还是会有这样子的预测研判 可是问题是老天偏偏是跟你做对的 然后最后其实根本是完全没有雨来的 就全雨都下宜兰 是 这其实非常的有趣的是 其实平常可能北部 大家都会觉得最近好像都一直英语绵绵 没有什么太大感觉 可是那时候我听到我那时候在跟水利署 那件信在采访的时候呢 他特别讲到一个事情 我觉得听的也是心里很酸 他们其实一直在一直在努力 就是一直在研判水情还有气象的状况 他们一直认为是说 如果十月只要来一场雨 而且这场雨呢 只要它的降雨量有到110厘米的话呢 那这个陶竹苗就不至于要停灌了 这样就可以完全解除了农民的这些疑虑 可以就是收割 那可是其实呢 这场雨始终都没有到来 没有来 就这样子的一场雨 其实110厘米是一个小雨的状况 就一直都没有来 那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让他们看到说 这场真的是 真的今年的状况 可能是非常非常的不妙 那果然你看接下来 接下来的那个状况 到现在为止 南部其实它的雨量是没有的 而且即使是犹豫 它其实都是下在平地 这个才是会最让人家担心的 你还记得以前我们有八八水灾 在高雄 我们两个都是高雄人 什么八八水灾 还有什么 尤其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那个 就是父亲节那一天 就好像几年前 那个真的很可怕 走高速路的积水 那个画面 对不起 你今天根本就看不到 所以每年我们说到了 这个八月一号 到八月十号之间 其实都是高雄会下大雨 而且每次下大雨 都是那个时间点 想想看 这个去年 这个还有一点大雨 就是那时候是韩国雨 可是今年呢 真的就没有雨 就是真的没有雨 所以这个 这边跟我可以插一下 就你刚才也讲到八八水灾 可是大家如果有那个记忆的话 就是其实在八八水灾 那一年其实是旱灾 那一年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旱灾 那一直都没有雨 甚至呢 水公司都开始在拜拜求雨了 是 那可是没有想到 就是一场雨来 尤其是因为前面的旱灾 造成它的土石 因为没有水 所以它就是松滑了 那所以一场大雨来的话 它才会造成那一次的灾情 这么的惨重 就是一个村就灭掉了嘛 还有印象深刻 所以也就是旱灾水灾 它基本上现在已经是交互来的 可是这边引发了一个问题 在你这个杂志上面 哇你也很细腻的看到两件事 一个是赖经营署长 他非常的幽默 不是幽默 他就是说 幸好我们之前有些准备旱灾来 所以他有做一些预防措施 可是另外一方面是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 可是他们火气蛮大的 他们其实一直认为说 农民其实对于要修根这件事情 会让农民其实是非常的心痛的 因为你的土地就摆在那边 你也不能用 另一方面很多农民都也会希望说 他还是可以有工作做的 那当然要修根其实是非常的不得已的 其实我也去了解了一下说 为什么有这么迫切一定到修根吗 尤其很多人都会觉得是说 你对于农业非常的不公平 你为什么不要去把工业的水去调度来 工业的水没有办法弥补农业需求 其实大家如果知道说全台湾的用水 大家知道那个比例的话 你可能比较不会是这样 可以我们有改变思考方式 因为我们全台湾的水量 七成是供应给农业用水的 两成是给民生用水的 那工业用水其实占了一成左右 那所以呢 工业用水你在怎么样去拧 把它拧干了 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去弥补农业用水的需求 那另外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了 嘉南平原为什么真的需要修根 因为呢 现在以真文水库的水量 他也没有办法供应到你明年的收割 因为大概他一年我们算过 大概他一年的一季 就是说一期的用水量 大概是2.3到2.6亿吨 然后呢 可是呢 我们现在真文水库 只剩下了1.6亿吨 所以还差一亿吨 我写的时候还有1.8亿 可是现在大概只剩下1.6 1.7亿左右 现在用水量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何况我们还要供应给工业跟民生的用水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让春根继续的话 到了明年的话 我们的农业用水 民生用水 工业用水 通通大家都没有水可以用了 是 所以我们一期到处用到2.6亿吨 到2.8亿吨的水 可是像真文水库的水 到他在12月9号去拜访 我们那个新飞去去拜访的时候 还有1.7亿吨 现在可能是1.6亿吨 那所以根本你不可能考虑到明年春根 如果春根完 春根下去 我们看我们民生跟工业通通都没水了 所以这件事是很矛盾 当然在农民的思考来说 我是做农的 你一定要保证我们做农 好那我们等会儿来谈一下 就到底台湾水资源的回收状况如何 因为最近在前阵子 我这这样下去 我可以大概预告了 接下来一定涨水资源概念股 那你知道每一年只要旱在水资源概念股 没有赚钱也涨翻天 那因为现在电子股太热 所以大家没有顾意到水资源股 等到明年一春天 再没有梅雨季节 我看这水资源概念股 大家可以先布局 因为水资源回收 每一年都涨一波 一波都是一倍的报酬率 这个是很可怕的 这我不是在危言耸听 它背后真的有它的道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我们大概有讨论一下 到底台湾有几座水资源 那水资源真的有帮上忙吗 然后还有我们现在 那红旱灾的状况这么严重 那我们现在水利局又做什么样的应对的方式 那其中在最后一节 我们还会谈到台积电又来了 它其实做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那他们又访问一位70岁的 掌水工的 这个掌水工 他又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故事呢 好这篇文章是放置在今年的第712期 那是12月2号到12月29号 那我们访问的是我们天下杂志副总编辑 林姓菲林小姐 那我们讨论的主题就是水 你知道水真的很缺 我们不是住在宜兰 我们都住在西部平原 西部平原就是两个字 缺水 请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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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等来 欢迎等来新闻棒 我们今天讨论一个议题 可能你在开车的时候 很不想听这个议题 但是这个议题却是很实际 那是在录在这个天下杂志最新一期 那这一次我们会专访 他的文章总共有三篇 那我就看到他的这个题目呢 我第一个想要谈的就是 缺水 因为甚至当时 那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林姓菲副总编辑 那姓菲这次去的是台南的 关田跟真文水库 真文水库 你大概花了多少时间 去研究那个地方访谈了多少人 大概是两个礼拜左右 是 那其实也就是访谈了 就是当地的这些农民 那还有水底署 在当地的这些人员 是 那我们刚刚谈到就是 前一节我们谈到 水资源干预国每年 只要干旱就炒一波 那通常最厉害就是国统 8936 另外就是千负 8383 那当然你有喝离子水 那台延也勉强 算是水资源股 那是1737 还有包括108的幸福 那当然也有人就扩大到 就是像是中雨 他是做水资源回收的 是做这种环保概念 就是水资源回收 这是最近最夯的一个议题 那我相信每次这么干旱 大家都会讨论水资源 一定要再做回收 那我们知道过去这10年 就是陈局市长任内 他其实大肆的 大概开了十几处的水回收站 那你当然背后 都有一些台湾的概念的公司 那当然水资源这部分 一定会变成是 大家热烈去讨论的议题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 在这过程当中 你这边有查了65座水资源回收场 那这部分他们到底做的是什么事情 而且盖了几口水井 这次就是为了要因应这一次的旱灾 而且眼看着未来的旱灾 其实是会越来越频繁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一次旱灾 那上一次旱灾什么时候 大家记得吗 忘记了 对其实大家都 大概都没有什么印象 其实2015年 也就104年的时候 那次也是一个大旱 而且那次大旱 大家都说是60几年来的大旱 没想到这一次的旱灾 比上一次其实还更严重 那如果大家 还有一点点印象的话 其实在2017年 还有一次旱灾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都讲大旱 可是那时候其实是 中间其实是小旱灾不断了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水利鼠 它可能开始在做的 不是只是在找开 大家都会讲开源节流 大家过去想到开源 就只想到水库 是 可是现在台湾还有这个条件 干水库吗 没有条件 我想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 即使水利鼠想要盖 其实当中也会遇到 非常多的阻碍的 那非常难克服 那所以现在呢 他们想要做的就是 调度跟被源 那水位的调度呢 其实现在可能大家不知道 过去呢 我们在板兴水厂 也就是说在板桥地区 它的供应 其实是从石门水库那边 供应过来的 就是石门水库往北送 现在呢 因为联通管下来的话呢 已经是改由翡翠水库那边 在供应水了 所以等于是北北桃 它变成是一个大供水区的概念 它主要就是仰赖翡翠水库 还有石门水库这两座水库 未来在今年年底 今年年底的明年之后呢 甚至跟新竹是整个串联的 宝山 对是新竹就不只是 只有宝一宝二 因为新竹其实是一个 常常缺水的地方 宝一宝二常常 只要有一个旱灾 它就没有办法供应新竹地区 所以呢 现在水利鼠也在那边 盖了联通管 那大概是明年会完工 那也就是这样子 会变成是北北桃竹 它是整个串联成为一个供水区了 那同样的台南跟高雄 它也会加强它的供水 甚至呢 在台南就会 珍稳水库 其实是我们全台湾最大的水库 那它大概有五亿万吨的容量 还有乌山头水库 是 那乌山头它比较小 因为它只有八千万左右 所以珍稳 还有乌山头 还有南华水库 它也会把它变成串联在一起 也就是说 好像有一个通储 水利署长的用语是讲是通储的概念 他们希望有水的时候 尽量把它放在水库里面 我们用河川水 那等到没有水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来去用水库的水 尽量有一个 水井的水 是 然后另外的呢 水井的水 现在呢 其实他们去盘整过了 全台湾大概有一千两百多口 其实是平常没有在用的 那所以他们就去过去去盘井 因为可能过去再用 后来封井了 因为我们有水来了 就把它封井没有用了 所以他们也去整个去盘整了 那还有另外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桃园的皮塘 皮塘 对 皮塘 过去皮塘 其实是桃园那边 比较特殊的一个地井 他们的灌溉 大部分都是用皮塘 可是用了 有了石门水库之后呢 可能很多的皮塘 都慢慢都封掉了 那现在呢 他们也在做的是 去重启皮塘 大概去算一算 大家说那边有五十几口的皮塘 未来如果统统把它重新使用 重新再利用的话 大概可以再增加 120万吨的供水量 那这个其实对于 不论是对于农业或是民生 甚至是工业用水 尤其大家也都知道说 台商不断的在回流 台商回流 而且他们也是需要用水 今年我们新增了 一万间工厂 你就会知道 这是很可怕的数字 一万多间工厂 我不是新增公司 是新增工厂登记 就增加了一万多家 台湾不过2300万人口 所以等于是 2300个人中间 就有一个人生产 就盖了一个工厂 这个数字很可怕 那讲到这边 我其实要补充几件事情 其实还蛮有趣 你刚才讲南华水库 其实我对南华水库印象 就是水很清澈 为什么因为杰敏以前住中游 因为高雄水不好 所以中游它因为练接水的关系 它需要比较纯净的水 所以我成何有幸 我从小喝南华水库的水长大的 所以那个水真的是 还有周围会拿水桶来 我们中游来接水 因为那水甘甜甘甜 跟粉碎水库的水 其实是有得拼的 但很难想象 你刚才听到南华水库的时候 我其实一阵心酸 因为以前我印象中 南华水库的水是源源不断的 但现在水也开始干结了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你要 如果你看台湾日志 就讲台湾早期 就是荷兰统治到清朝 那时候台湾正在开发当中 你现在看到桃园 现在是台湾最富裕的城市之一 可是以前 客家人是不到桃园的 因为桃园就是干旱 他们说路上都是龟裂 然后风很干 没有地方有水 因为它是台地 是一个很干旱的地方 所以难想象 经过了这 到日志时代这段时间 桃园为什么那么多的皮糖 就是老祖先觉得那边很干旱 那为了要开发土地 因为没有人要想去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你 如果没有准备足够的水 你就会直接干死在桃园台地 然后他们就挖了 就是老人 就是祖先就挖了很多的这个皮糖 因为那边很干旱 所以干旱原本就是桃园的代名词 好不好 那后来有的石门水库 所以这些皮糖才慢慢的修整 然后现在很多人为了 要开发这个房地产 把这老天爷的皮糖给盖掉 那是很没有道理 再说一遍 我们的祖先当时就是我们说的 先人的时候 那个地方根本就是 人们不会去开发的干旱之地 因为那边有水的变迁 其实整个那几条溪流 是有经过变迁 为什么变迁呢 就是它干旱没水了 突然雨一来了 那这个水就要找自己方向 所以他们常常这个会变迁 那你总不能水变迁 那个地方就淹水 所以他们最后决定了 就是要一盖平糖 然后把这个水路保持它的这个现况 所以现在的这些水路都是我们先人做的 所以桃竹苗干旱 那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好不好 不要现在觉得风调雨顺其实没有 其实是干旱的 那当然这些故事里面背后都代表着很多的 我们值得探索的事件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访问到天下杂志副总编辑林兴飞 来到我们现场来谈完水的问题 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台积电给引出来 因为台积电它原来它不是风力 不是因为上次台积电喊说它要买风力发电 就风力发电从8月涨到9月涨到10月涨到11月 涨到现在 真的是话水也叮当 今天真是恐怖 那这次我们林兴飞副总编辑也特别去访问了 这个所谓的他真的是复国神山神机 那今天有一个智慧灌溉 到底又谈了什么样的主题呢 我们先休息一会 待会儿等待 欢迎来新闻 我们刚才台湾这件不是我眼聪听 那当然也是提醒大家用水真的很重要 那台湾的每个每个地方 它都有水的故事 桃园有桃园水的故事 嘉南平原有嘉南平原故事 那高雄也有高雄的这个水的故事 其实是一段先人的智慧 加上日治时代的整理 那这些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 是说水是如此的稀缺 我们看到宜兰是水多到爆 多到这个山路都崩塌了 但是我们到了云嘉南 现在是干渴到不行 那今天你也走访了很多地方 也真的见识到这绿游一片 如果在明年春天 你往南部走 原本应该是绿游一片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整个是干渴一片 农民干渴到连休耕都不敢种蔬菜 你就可以知道这次的严重 是绝对超过我们想象 那不要打开水龙头有水 感觉就很兴奋 那我曾经有访问过水利局 就讨论到台湾的水库 他说台湾的水库呢 基本上后来有些工法 是有引用美国的工法 早期是日本 后来是美国的工法 那美国的做法是很单纯 他说任何的水库呢 都有寿命 那这个美国的工法 实际上因为美国的河流长 所以呢 当一个水库用完之后呢 他就废弃了 他在他下游呢 另外再开一个水库 再开一个水库 再开一个水库 没关系 克罗拉多河那么长 他们不会担心 说那个水库 他不会担心水库的生命 可是呢 这个工法到台湾就不适用了 因为台湾的水很短 所以你不可能用美国的做法 就是水库到期的寿命结束 就把它结束 我们还要办法 想办法在周围要造林 希望这个水库能够完成 但是德基水库就是完蛋了 所以水库现在三分之二 已经没有办法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上面 有大家喜欢清净农场吗 我记得这个议题 在马英九时代讨论过 马英九时代那时候 因为要攻击马英九 反正什么议题都骂马英九 马英九就是原罪 反正你就是这个混蛋 我们就是把你骂到惨 那时候就曾经谈到 做一个调查 说这个清净农场 其实让德基水库 就是寿命结束 我问一件事情 从那时候谈到现在几年了 我跟你讲八年了 那请问一下 清净农场现在是不是经营 经营 还在经营 而且越来越经营的越旺 为什么大家喜欢露营 那之前谈到那些费什么 因为你要经营 所以树木就不能种 蓄水能量就结束了 德基水库就等于是隔屁 那请问一下 现在谁在讨论 没有了 露营比较重要 那个剪羊毛比较重要 去那边度假很开心 带小朋友要亲子 现在不是少子化 你现在还不让我去玩这么行 就忘记了 其实我们一个水库 已经走向死亡 我用了字眼 在这么美好的清晨 讲给大家听 各位都开车厨 你会听起来 你会讲说这些什么 我前几天还去清晋农场玩 你跟我说这件事 还去看那个羊毛秀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 台湾的深 台湾的水库 问题就是我们太多露营了 开发太多土地了 最后结果早期 我们讲的是梨山 把树木给砍掉 所以就种了很多水果 那现在后来梨山又开始做保育 他在树与树之间有做保育 可是人在玩的部分 你挡不了 地方要选票 你如果今天让这几个 可以好玩的地方 如果多把它封闭起来 那你选票怎么来 地方要养吃活 先要注意原住民的生活 所以原住民也要养活 也要给他原住民的餐厅 你怎么可以不让我们去玩呢 最后结果事情 是我们的水库呢 基本上是慢慢的生命结束 当然那个政府有做法 就是说他现在上流的时候呢 就做了分流道 只要是下大雨上面是 带的是所谓的稀沙的话呢 他就有稀沙流 因为上次十门水库 遇到这重大的灾情 所以他现在已经想办法 尽量有排沙池排沙道 我觉得我每次听这些水率单位 在讲话的时候 我觉得我都快要哭出来 他们人力很少 一年只有几百亿的 一两百亿的预算 但是要捍惠我们这个水库 所以如果这时候再去指责水率局 这个真的我觉得是真的很没有道理 这是老天爷的问题 还有人祸的问题 这是我们来一个救星 叫台积电 可以讲一件事 这是什么回事 其实因为 主要是因为 我们百年来 我们的灌溉系统 其实都是维持 同样的灌溉的方式 所以大家每次在讲到 水资源稀缺的时候 都会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讲我们的农业都没有结水 我们是出灌溉 所以水就这样子 循着那个农田就放流到海 当然就是灌溉 然后之后就没有了 这样子 我们好像都没有结水 实际上很多人都会刻意去提 以色列的滴灌 可是大家都没有想到是说 以色列主要是汉座 另外一个事情 滴灌的成本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 你要负担 你愿意拿多少钱 去负担这样子的农产品 这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你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滴灌是怎么做 滴灌呢 它其实是沿着管线 它其实是非常用 非常有限的水资源 去浇灌 这个农田里面的这些座物 可是以色列 它其实主要是汉座 台湾主要是水稻为主 水稻 你没办法做这件事情的 对 我们需要的是大片的水 它简单就是 你有看到那个微血管 那基本上呢 滴灌就是一个微血管的概念 那我们现在是 主动脉跟主静脉 是大管的概念 那你知道它做的什么细征 就是你今天种了一棵植物 它就把那个水管 直接就拉到那个植物的根的旁边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测试 当这个测试呢 这个根已经缺水的时候呢 它闸门就开 然后慢慢的滴 滴 滴到那个植物旁边 那你想看 我们一个稻田 一个稻田一亩 种几颗稻子 你真的可以把滴管 滴到每根稻子那边吗 那还有一件事情 好 你真的有做这个事情 对不起 那我们通常呢 在这个做这个 就是我们说水稻之前 你要做一个动作 你会看到它拿离车 离过 那你前一季才做的滴管 你一离过 你的滴管就全部震亡 所以不要闹了 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 好不好 不要天方夜谈 但台积电做了什么想法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水利鼠 他们开启了一个新的计划 那叫做智慧灌溉 那智慧灌溉 主要其实就是说 我们的这农田 它在灌溉的时候呢 它其实都 过去呢 其实在嘉南平原 都是有掌水工 他们会去挡水路 那刚刚像你刚刚讲的 就是说桃竹苗那边 可能是用石头挡 可是他们是会用一个挡水板 去把那个沟的水 把它挡下来 把它引导到 它需要的农田那一边 那甚至在农田边 它其实是一个塑胶塞子 我去看了 我也非常压抑 因为毕竟我不是农家出身的 看到它是从 把那个塞子拔起来 那个水才会引流到 那一块农田里面去 所以就用这样子 轮贯的方式 可是现在呢 他们用的是方式呢 是做一个电动的水闸门 也就是说 掌水工他们去用 这个手动的这个 去用挡水板呢 现在就改成是一个电动的 那把它连接到云端上面 电动就有马达 是 然后马达需要有电 是 有电它就用设一个太阳能板 是 这你文章上面说的 是的 那我去看的时候发现说 他们本来水利署 他们委托厂商 做的这个门 其实是非常的大 然后呢 它的马达 其实也非常的大 然后它需要的电池 非常的大 都看起来 其实是非常的不实用的 它的成本大概是 他们 据他们说法 是大概46万左右 那台积电呢 其实他们是因为 企业社会责任 他们是完全免费的 来去帮助 来去跟水利署 一起合作 他们想要一起来做 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的 台积电去看过的时候 就认为说 这应该还可以 再把它缩小的 所以他们就去做了 一个新的研发 研发出来的结果呢 成本节省呢 比一半还要少 只剩下20万左右 哇 对 那而且呢 它的规模也变比较小了 那让它整个的 未来的营运 可能可以更减少了 那一个成本 是 所以我们资本上来看的话 这是节省很多钱 他说最高可以节省到 5%到10% 等于是 未来的这个 私来水的水价 还有机会往下降 但是我们先不要讲降水 我们先老天奇雨 我现在希望看到的事情是呢 那个杰明带动 就是奇雨舞 因为这文产 已经跳奇雨舞了 奇雨舞 就是那个 下雨的舞 我希望看到 很多的这些首长 都跑去跳奇雨舞 才知道水有多糟糕 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 我们新费来到我们现场 那我们要特别介绍 这是2020年12月2号 到12月15号 签下杂志第712期 这内容不是只有水 其他很多内容 非常的精彩 那这次呢 用你最爱看Netflix Netflix里面内容 也是非常精彩 那我当然也会有 其他的议题 会来做专访 今天非常感谢信飞 到我们这边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水资源的问题 辛苦信飞了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请求换捷 待会等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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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